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詩詩 中共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新任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李子健 9月15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強調首要任務是加強準教師對操守的認知 並推動國安教育 香港人抵制中共意識形態 反映在移民家庭的主要組成部分 為幼稚園至中學生 為加強滲透香港教育界 中共除了鼓吹舉報文化針對現任教師 更對即將成為教師的大學生加強洗腦 李子健稱 較大將於2024至25學年起 改革教育課程 同時要加強私得培訓 要求所有收讀教育學士課程的學生 在進入學校實習前 需要讀操守指南課程 同時邀請接受實習的學校為學生評分等 如操守不達標 將在畢業證書或成績表上留下記錄 可能影響準教師未來投身教育界 當被問到如何定義道德操守 比如如果有學生到政府總部抗議被控非法集結 是否違反操守 李子健回應稱 難以就不同情況做一解答 但聲稱目前暫時的討論 主要是關注學校方面的情況 受訪中 李子健談及的私得培訓內容 基本是重複他過去的言論 與政府將私得 和國家安全相提並論的主旋率保持一致 不過今次李子健強調 如果私得操守不達標 將影響畢業生將來能否在教育界就職 值得一提的是 習近平曾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稱 要加強私得建設 2022年12月13日 在立法會的 《研究推動國民及國安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時任教大學術及首席副校長李子健稱 加強私得與國家安全教育在學校的實施 為實習做好準備 還稱期望教大同學結合私得 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 對國家、國情有基本的認識 李子健在採訪中引用韓語詩說一文中的名句 詩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稱將傳道擺在首位 做老師最重要的就是私得 不過,李子健沒有提及傳道 在傳統文化或普世價值中的涵義 強調的是中共意識形態的政治內涵 換言之 傳道被偷換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道 為此,較大也設立了中國推行 所謂愛國主義教育的升旗隊 這種升旗隊在中國已經推廣到寺院、 道貫等世俗之外的場所 來自建稱要令同學認識國旗的禮儀 隨後,較大在2023至2024學年開始 在必修科中加入了大灣區元素 分階段安排所有本科生到大灣區考察 這是繼高中課程引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學生必須去中國考察之後 進一步延伸到大學本科 香港自2012年起 以中學生為主的反對國民教育 掀起了教育界反對中共意識形態的運動 2014年雨傘運動 以及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探語運動的主力同樣是年輕人 多名中大學生在授訪中曾提及 家庭影響及學校教育是他們能夠獨立思考 辨別是非的關鍵因素 從中國到香港讀書的不少新移民 也參與到公民抗爭活動中 他們在接受本部及其他傳媒採訪中 也同樣提及香港的老師對他們講述真實的歷史 與在中共接觸的中共意識形態南緣不設 香港的教育開啟了他們的公民意識 2020年中共實施《港區國安法》後 對香港的知識分子及教育界開始密羅緊固的打壓 教育局更新小一至中三的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當中介入中共常用的建立文化自信字眼 並表明要培養學生對國家文化的保護意識 有修改原本指引中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字眼 有曾經在中國接受教育的市民 擔心原本承傳真正中國傳統文化的香港 引入的是中共文化 而中共意識形態直接通過語文科的文章對學生宣傳 學生難以獲得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香港教育局2022年12月15日公布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當中的隔守法治指南中 要求教師正確理解憲法、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 積極支持及推廣國民教育 培養學生正確的國家觀念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2022年11月操守指南推出前被問到 在課堂上教授六四事件是否違反指南時 揚言教師如果想到什麼就隨意說就是不專業的行為 香港從2022年7月1日起 招聘公立學校公務員教師 必須參加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的基本法及港區國安法考試 並取得合格成績才能獲得聘用 此行措施從2023至2024年起 將擴大到所有公營學校、直資學校及幼稚園的新聘教師 中國紅色教育滲透香港之後 重視子女教育的香港人開設了新一輪教育移民 據香港教育局7月發布的最新統計報告推算 2022年香港總共流失了27,000名中小學生 一位不願開名的英文中學校長表示 政府不願意承認移民潮導致學生人數銳減 但官員和教育界內部大家都深知透明 數據會說話如果只是自然流動 為什麼2019年之前沒有那麼明顯的流失呢? 另外,港府公務員統計數據顯示 2023年上半年度公務員總離職人數高達1126人 當中有近4,000人是辭職 同時,在爆發反送中運動之後的3年中 中小學生淨減少人數急增了超過10倍 香港市民林太8月底帶著15歲的兒子赴美留學 要他在紐約升讀高中 林太在接受本部採訪時無奈地表示 兒子原寫的是香港的朋友本來不肯走 但教育處2023年規定所有中學生必須到中國參加交流團 否則不能畢業 他終於同意早點去美國 說不想去中國被洗腦 林太是外媒記者 對政治風險相當敏感 原本打算等兒子高中畢業後才送他到海外讀大學 但國安法落地香港後 迫使他提前了計劃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張英如、趙斌綜合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勞動裝上 合作者 按燈 並不及 窩心